電磁法師 今集素食教主會下室 我很開心可以邀請到電磁法師來做我的嘉賓 我和電磁法師認識了很久 有多久? 都差不多有八年至十年 好像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十年 真的適於微時 我是微時 所以今集很高興煮我們剛相識的時候 我和阿師傅分享的一個叫做青醬意品 這個是純素版 都可以講一下它的恩友 你記得當時是怎樣的? 當時我在一間素食餐廳剛學師出來 我去完台灣 回來正式開始我的素食廚師生涯 因為始終剛出來進廚房 它不會讓你埋路 唯一我有埋路的機會是煮員工餐 我煮一些西式意粉 因為當時我喜歡西式比較多 那天我做一個叫做青醬意粉 我過來問你 青醬怎樣煮? 你知不知道我為何這麼喜歡青醬? 不知道 因為我們吃素去到西餐廳 通常都是紅醬白醬青醬 青醬沒有我們的粉 因為一定有蒜頭 所以我看到你做青醬 哇!這麼開心、這麼好吃 我就問你青醬怎樣煮 現在說起來我有點印象 那時已經吃素很久了 是啊!因為我家人都吃素 我媽媽、我妹妹全部都吃素 他們吃得很悶 他們來來去都是羅漢齋 那些我很多時候就 因為上班、餐廳 那時還沒出家 還沒出家 就去到餐廳 看到青醬這麼好吃 自己又沒有粉 那我就來問你 那我們首先介紹一些材料 好啊! 其實青醬意粉 顧名思義最重要當然是青醬 青醬其實只有幾樣東西 主要有新鮮的羅勒 或者你找不到 現在很流行的人都用金不換 九層塔那些 但味道跟羅勒是有少許不同的 好像腸味一點 會濃一點 這個就清香一點 然後我就會加一些烘的松子仁 如果沒有松子仁 有些人都會加腰果、合桃那些果仁 但松子仁就比較香一點 是啊! 柑一點 如果一般真的 西餐會加蔥蒜的那些 有少許蒜頭 有少許那些叫巴麻森芝士 我們就沒有了 我們就加一種叫營養酵母 這也是等於我們素食的芝士 神素的芝士 我覺得它的營養都很好 因為它有B12 它有蛋白質 我們會加進去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錯 是啊! 它有發酵的味道像芝士 我們就加一些漂亮的橄欖油 其實這幾個材料 就加一些鹽、微小糖、黑胡椒等 全部加進去打 然後這個是醬 那個意粉其實材料就在這裡 其實你加什麼都可以 我看到新鮮的 有些菇、菜、車梨茄 平衡就可以了 麻煩師傅可以幫我切一下 好啊好啊 菇就切片 這個就對半切 這些西蘭花就切小一點 OK 這個意粉我預先煮了它六分鐘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有教學 我都教意粉是不要過冷毫的 還有我這隻是扁意粉 一般不是特別大 或者不是特別粗 或者特別幼 一般六分鐘都差不多 這個意粉攤涼了之後 大約就是八九成熟 還沒熟透的 所以我們待會一煮 就直接加進去煮多一陣 它就剛剛好熟 那就比較容易掌握 好 那我這裡就將它全部倒進去 蟲子 這個是醬了的蟲子 營養酵母 加鹹腩油 阿Ken這隻是甚麼菇 這隻其實是近年有一個新興的 叫做黑皮雞中菌 是本地的嗎 內地或者本地都有 它的特色就是它會比較爽 很脆口 即是無論它熟 你煮很久 它都是很脆的 即是好像雞腿菇那些 那在街市有得買嗎 對 現在街市很流行有得買 是最近特別多 那我這裡給了一點點黑胡椒 我又給了一些鹽 糖 香菇粉 其實呢 時時法師呢 是我以前的老闆 其實為什麼當時又會想著 再聯絡我找我 其實我呢 見了你之後呢 我的心就要找你了 因為為什麼呢 我當時呢 就投資了一間素食餐廳 那時候想當年 很少那些Fusion的做法 即又是創新一點的菜式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全部年青人 記得 我是最老的 是嗎 我不記得了 相對地我是最老的 那時候 你剛剛畢業了 那時候我是22歲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廚房那些很多都是不由20歲 是啊 因為我那時候投資這間餐廳 是很想給一些 有心做素食的年青人 那我就去找一些年青人 我當我在那次問你青窗那時候呢 我的心都已經覺得這個年青人 很有心去分享素食 把自己認識的東西和人分享 這個就是 我正常要和我做餐廳的理念是一樣的 好 以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都真的很喜歡分享 我發覺呢 你越教的人呢 學到最多的是自己 地藏經怎麼說呢 射得萬報嘛 是不是 你寫了這樣出去 你的回報 你是意想不到的 是 你現在就是了 你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 譬如我下個月要講 我這個月已經好像 人家大學做資料搜集那樣 做一輪 然後又做一個PowerPoint出來 然後我說 好像回到以前大學 那樣 但是就是這樣 變成自己 懂得的東西是最多 反而我覺得 學到最多的是自己 是啊 我師傅經常說 講經 他要多謝人家 給機會去講 因為講過程 他就是提升自己 還有迫著他去 去研習 是啊 真的 這個很適合 所以證明我當年的眼光 都挺好 挺好 那我們準備好了 青醬 剛才其實用那部機 就這樣打了 那你可以打到它完全滑 打到好像有少少粒粒 那視乎煮出來 你想有沒有粒粒 粒粒好一點 對 還有人家看到你真是新鮮 嗯 然後我們就可以煮了 通常一開始都是先炒菇 這些橄欖油不要浪費 可以加進去 炒菇用油是否要多一點 要多一點 要多一點 但是因為這個青醬 你也看到其實都是油的 所以就要注意 不要放太重 要不然變成一碟東西 比較膩 是啊 我看到有些中式的廚師 他放很多油去炒菇 其實是未必需要這樣 是 我覺得最重要是 首先那些菇要漂亮 挺身 第二就是不要洗 就是抹 抹 沒有吸水 那你的鍋夠熱 扔下去炒 就會香厚一點 乾身一點 其實不洗是很秘訣的 很多人洗完之後 菇變了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很快就去了銅鑼灣 一間素食餐廳 你開那裏 工作了一年 我記得那時候有很多記者來採訪 因為那類的餐廳 剛剛是我們那時候比較有代表性 是沒有其他那類的餐廳 我最記得那些記者來 我就說 我聽你出來接受訪問 那些廚師就說 你不是正式學廚的 他們是 是 我那時候就說 不是的 我們就是 需要有人去研究 是嗎 是 反而他們現在都不知道做了些什麼 可能未必做廚師 以我知 有一位還是做廚師 然後很多時候都轉了其他行業 因為可能我自己 由一開始 為何我去 出道做素食 我目標我會知道 因為我要推廣雲陽素食 我自己吃了素做廚師 那 大家想著賺食是兩回事 其實很重要的 你做一間餐廳 如果你不吃素 我覺得未必做得好 是 對 因為你本身吃素 你有這個需求 你不停地去鑽然味道 材料的配搭 是 你純粹打一份工兩回事 是 其實一開始 我剛剛開始吃素 和做素食 真的有些同事問我 為何要吃素 我就很簡單回答他 我要保護地球 我真的這樣回答他 但他又跟我說 只有你一個人的力量這麼小 只有你一個吃素可以保護到地球 這樣跟我說 我記得我以前吃素 那些人還有奇怪的眼光看我 是 那時 我也是在家人上班 那時還在溫柔間公司 是 見到我吃素 他第一個感覺就是 你是不是做錯事 做錯事 你要去懺悔 你要懺悔吃多少日素 就是很錯誤的觀念 以前的人對於素食 沒錯 那你見到因為鍋夠熱 他都可以煎到沒有什麼飆水 還有他會有些香味 還有有點焦焦的 那我們見到我下鹽 我都不是一開始下的 去到已經熟到一半 我們先下鹽 如果不是一早下鹽 他就飆了水 然後我就下這個 剛才煮意粉的水 好 我們下了一些意粉 西蘭花如果太熟 是不是都是破壞了 會的 然後我們下了一些西蘭花 其實他某程度上來講 是正在蒸熟 我們可以下了這個意粉奶 所以我說Ken現在很厲害 可以教我們將一些 以前一些傳統的做法 改良提升 以前我們先菜煮的 我記得 菜和菇一起煮 現在反而是 即是將那個 食生的 概念加進去 當然他這個又不算是食生的 但是我始終學過那一套 我又覺得 食物有時候 尤其是蔬菜 加熱得太久 就會破壞了很多東西 還有口感都沒有那麼爽脆 除非你真的 想吃得很軟 你就煮久一點 現在就是這樣去熬 讓醬汁收汁 我們就可以試一試味道 我自己試一下 偏淡的 我們現在要加一些味道去 加一點鹽 糖就不用加了 因為燕麥奶 其實每一款都不同 如果這款燕麥奶偏甜 就不用了 如果那款是淡 就要加一點糖 香菇粉 還有這個也有鹹味 所以就 這個也加了鹽 這個也加了鹽 所以這個也不用太濃味 車來站好 我真的是最後才混進去 其實阿Ken你這個教主的理念 很利益人 不只是煮給人吃 你將這些要注意到的細節 怎樣去做好它的分享 很難得 因為我自己覺得 為何我拍那些素食教主片 人家幾分鐘一條 我是十幾分鐘一條 因為我想當中 真的多說一些 真的裏面的東西給人聽 其實是很需要的 因為其實我可以很快 三分鐘煮 但你都不明白背後的理念 是甚麼 還有它有些秘訣 它不懂得怎樣去注意 是 其實如果是真的忌廉那些 就很快收汁 但因為燕麥奶比較薄 所以其實我之前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將燕麥奶和腰果 先打掉它 變成一個較稠的植物奶 那比例是多少 大約是10比1 即是十份燕麥奶 對 它就會變成有點像忌廉狀 結身一點 而且腰果有點像埋獻的作用 那很有益 對 又有益 又香 蛋白質又多些 其實蜆我都比較少用 因為很肥 對 但如果我們放腰果的蜆又不同 對 然後煮到它已經差不多收汁了 我們就混合青醬 這個車尼茄又混合 然後加進去 那一加青醬 其實它會有少許結 因為裡面有蟲子仁 是 即是有果仁的東西 它就會有些收汁的作用 這個素很健康 是啊 其實可以關火了 又不可以煮太久 如果你青醬煮太久 又會走味 還有顏色又不漂亮 其實也很漂亮 是很漂亮 我看到有些人煮好之後 所以鮮頭還加一點 鮮頭的蝦母粉 可以 你灑一點 對 我看到有些人 我是有少許蟲露油 讓它更香 更加香 對 因為始終我們都沒有芝士 芝士、忌廉的味道 都是薄一點 那些味道 我最後這樣 拉少許蟲露油 拉了下去就不同了 對 吃下去會比較香 也會比較漂亮 其實很簡單 你一放下去那股熱香味馬上走出來 對 其實就完成了 這個青醬意粉 這個我相信 比當年我和你分享的 再升級了 現在不同了 對 現在已經很多人 通過你來學到煮素 對 我也有經常看 對 謝謝師傅 對 對 師傅 我們可以試吃吧 看看跟上當年的有沒有什麼分別 上當年我沒有粉吃 沒有粉吃 我看你們吃得這麼開心 我沒有粉吃 現在來試試味道 好 試試 是不是你喜歡青醬的味道 嗯 很有餐廳的 不是吃粉餐廳的感覺 嗯 就是那個 那個香濃味又在那裡 嗯 嗯 很美 那你又可以試試西蘭花 這樣厚滑 對 是不是又會 都可以 嗯 很好吃 會不會是西蘭花都要選一些 比較嫩 我就選普通街市的西蘭花 哦 我覺得總之不要煮它那麼久 就會比較好吃 哦 對 有時候西蘭花煮太久 它會很軟 沒有口感 對 這個菇也很好吃 這個原筆菇 對 很爽 嗯 這隻菇的特性就是 它煮多久都是這樣 對 對 這個菇你有沒有做過涼拌 味道 味道 我覺得這隻菇呢 可能做涼拌都挺好吃 口感挺好吃 對 但是它的鮮味好像是否差一點 它會淡一點 相對 是 好 那很多謝今天 戰慈法師來這裡 和我做一個分享 以及 讓大家知道原來我們是怎樣認識 那我們下集再見 跟我們下集再見 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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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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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邊 五邊 二邊 五邊